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双方桑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这个星辰对战FTD 这个是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好寒杯的淘汰赛 来看一下比赛双方的一个阵容 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星辰也是在游戏的中期 被这个FTD FTD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运营 还有整个一个牵制打的呢 有点有劲使不出来 那么最后是输给了这个FTD FTD也是抓住了几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一次是在对方黑鸟被击杀以后的一个 五打四的一个上高成功 然后呢再加上一波非常漂亮的肉山团 抢到了肉山盾 并且打了对方一波团灭 那么结束了比赛 抓机会确实做的相当的到位 感谢一波支持大大大大大叔的飞机 还有祖传贴模的 祖传贴模的肉干个办卡 非常感谢 然后比赛FTD接着拿拉比克 看来这个FTD打这个比赛 不光是要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顺便呢还要去给这个拉比克的质宝 我去攒一攒 攒一攒能量去解封一些东西 非常感谢咱们支持大大大叔的飞机 再次感谢一下 大家说那个浣熊会根据你的说话口型一起变吗 对的 它是会根据我说话的一起变 来看看这场比赛的阵容 从FTD这边继续去给自己的拉比克升级 那么第二手是掏了个谜团出来 搬人方面这场比赛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呢 他们是搬掉了小精灵TB和这个毒狗 直接把TB在前三手给搬了 还是比较有针对性 星辰在看到对方拿出拉比克谜团以后呢 是在四五手搬掉了德鲁伊和小黑 前三手是人马兽王 人马兽王这个马格纳斯搬了三个三号位 很针对浅浅这个点 看来将比赛FTD在搬掉了这个杀王加黑钱以后呢 两边都没什么靠谱的三号位了 九千这个英雄现在打三呢不是很多 更多的是拿他用来去打五号位 所以呢 用这个英雄的 虽然说你是先抢出来的 但是我也先不把你当做三号位去看 还是把你当成一个五号位 看看第三手拿人吧 星辰那边的第三手拿人 想了很长的时间啊 还是比较慎重拿出了PA 话说PA在这个版本当中呢 我最近反正我自己最近感觉就是配PA这个英雄的话 蓝胖子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最近自己玩的时候用这个 当然我自己打的这个局分数比较低啊 但是我所有的打五号位蓝胖子的时候 所有赢了的比赛队友打各位几乎都有PA这个点 再加上这个英雄现在确实出场率也比较高 感谢默默小小鹿的办卡 非常感谢 那个大家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听见我儿子起来了 我去看一眼去 去给他倒杯水什么的 大家稍等 同时 稍等 对 好 好 好 Dia Team Hale 10秒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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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ant Team Back So Bored 嘛 上午 好 好 好 젊力 如果您自己开我电视了行吗 要说现在渴的话没有马上我能喝的水 可以喝一点油奶 hommes 好 好了好了 这个照顾一下孩子 咱们回来接着给大家去说比赛 FTD这边在三次手拿出的是发条和骏模 那么星辰那边拿出的是PA加小小 小小 最后一手啊 TT搬掉的船长防了一个中单船长 然后拿出了影模 中单YRG的影模 看看最后一手星辰的男人吧 现在星辰在最后一手的男人方面 如果是中单位置的话 应该打影模 其实拿小小打就行 黑鸟这场比赛是星辰自己最后一手给搬掉了 那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是想拿一个近战的中单 所以FTD反应也是很快 直接搬掉了这个船长 近战型中单现在这个版本里面除了船长以外 就是龙袭了 影模打TA 好复古的一个对决 三号位小小吗 三号位小一生的小小 中单的TA 塞拉的一个 塞拉的PA 换次 那么 中单圣堂 波波卡的四号位小Y 五号位分队的一个九仙 FTD这边呢 则是一个继续詹姆斯的拉比克 再加上浅浅的谜团 一个发条 QYQX的发条 还有飞队的这个剧模 中单的影模 影模加剧模的这个双大哥 其实这个两场比赛下来都给人的感觉 就是FTD这个阵容拿的总是偏向于这个 偏向于牵制和拉扯 它不是这种正面一波团特别凶的阵容总是 包括这场比赛虽然它有一个谜团 但是其实除了谜团以外 它没有什么其他能配合它的控制 当然有意思的是 星辰这场比赛并没有无数摸免控 它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数摸免控 这场比赛并没有任何人是无数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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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对面 当中来看下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 这回这个地图应该是换过来了 大树我后天就要考研了 你看娘要快奶我 咱们这儿你这个这么求奶 这个容易奶出事的 不能这么奶 好 十二魂 九魂 九魂可以出门了 丧心命狂一点的话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再补一波 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再补一波魂 看看要不要再补一个 果然是应该还是要再补一波吗 不补了 觉得九魂够用了 十二魂出门的话会比较稳一点 不过九魂出门也可以 九魂出门 加上一个先灵火的话 出门功能达到六十多 基本上也算是够用了 十二魂出门的话这个攻击力可以达到大概七十多 他说我们周末打勇士联赛给推荐一套阵容 嗯 敌法乌妖笔先去钢三或者是如果不能达这套钢三的话就是德鲁一加海民 德鲁一加海民加这个 加笔先去钢三或者小黑加这个海民加笔先去钢三或者是就是笔先和这个乌妖二选一 然后呢再配合一个海民再配合一个德鲁一或者小黑去钢三 烈士路放个人马或者放一个这个黑弦 这样如果会用的话可以放个黑弦 然后中路随意 中路会用什么用什么就行了 中路如果是打小黑体系的话中路配一个远程 如果不打小黑体系的话中路放穿杖也可以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得建立在你们会用的情况下 如果说这些英雄用的不是很好的话 这些天可以练 这个版本因为现在钢三的一个收益还是不错的 钢三的因为现在在打这个 在大家都是212分路的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去利用钢三保出来一个这种前期比较脆弱的大哥的话 收益很高 感觉我的电脑好像在做什么特别 特别吃这个硬盘的事情啊 为什么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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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稍等一下我这边这个电脑有点莫名其妙的卡顿 显示是系统在在在让这个硬盘在做很剧烈的工作 不知道是在在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有可能说钢三宝小鱼怎么样 小鱼不需要钢三 小鱼钢三宝价值不大 而且小鱼这个英雄你最好不要去钢三 小鱼很吃等级 你拿小鱼去钢三的话很亏的 哦这里是卡住了这个位 卡住位不过剧魔并没有继续跟上给输出 有可能是温道斯在下载更新 真实经验上次考证 上次考证打赏大叔求奶 结果12颗过6颗没读书 没读书可还行 这里是中路过来找这个影魔来了 找了一波影魔 但是这个两个影压都打脸了 还差一下直接A死 若离这个地方赶紧开着光 一个平A弹一下 但是并没有能够对这个影魔形成击杀 RG的这个影魔有点溜啊 这个中路打的真的 其实影魔这个英雄 现在我真的觉得中路很厉害 他是真的已经可以上场的一个英雄了 他得给上一个增握 还差一轮合击 还差一轮合击 A死很漂亮 这样比赛FTD的开局拿了一个3比0的领先 看看中路又来了 又来了 又过来找影魔 影魔这个英雄 现在在中路是真的挺好用的 这里一张走得远一点 然后一张TB回来以后 接着去补中路这波线 如果他选择从这个河道的入口 这个地方绕上来的话 这波线就有可能要浪费掉 所以呢 这里用掉一张TP 就回来先确保自己的一个发育 这个选择应该说还是比较机智的吧 观众们为什么说可以上场呢 因为这个影魔这个英雄 你要知道 他连续两个版本 对吧 第一个版本 这个加强了百分之百 直接翻倍加强 然后第二个版本 又加连续 又加强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加强 可以说 这块地方是拉住了一个拉比克 但是呢 伤害有点不太够 得抢服 哎呦 詹姆斯这个服也没有拿到 那这波凉了 那这波就凉了 这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直接抽死 看下剧魔 剧魔这个位置是赶紧给上一个玄武飞斧 然后回头再给 哎 减速没中 我的个去 还差一个平A 他想硬投掷 投掷 再拍一棒子 直接完成击杀 非常漂亮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就是说我说这个影魔可以上涨 真的不是可以开玩笑 影魔从来不缺输出 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从来不缺 哎 这在干嘛 詹姆斯这个地方明显 这是回家买东西的了 影魔两个影压 还差一个平A 哎呦 这个最后是塔最后一个平A 打到这个九千身上 把九千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样的话两个人平分了这个钱 这里波波卡疯狂的在朝着这个 发雕在扔火 哎 你怎么这么多接人烟花啊 这怎么一百多个接人烟花 这拿烟花输出都可以把对方打藏面了 前点这个位置剩下九个摩托 吃 然后给上一个增物 有没有机会吃树 哎呀 他这个回头的路上一直没有吃树 有点可惜 这个地方在被波波卡用这个截日烟花 疯狂输出 大叔大叔你的视频一个没落下 那你这个可不容易 三千多个是三千多场比赛的视频 你一个没落下的话 确实是非常感谢 大叔一本正顶的在玩影魔梗 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事 这影魔现在真的很厉害 他从来不缺输出 不管走法系还是走物理 影魔就没缺过输出这英雄 他一直就是生存有问题 但是最近这几个版本 一个版本加强百分之百生存 一个版本又加强了百分之五十 对吧 在已经加强了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又加强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存 你说那我是玩梗吗 这就是实力啊 看一下分队 这个位置 这个尺尔放的这个位置有点让我没看懂啊 这个尺尔好像谁都拦不住啊 还差一个标 还差一个标 这波肯定是要追上来的 追上来给人一个标 影魔赶到战场 赶到战场以后 肯定是要想去杀这个赛拉的 这里最后一个影家没有压到 没有压到是被这个 Bling躲了一下 这里给上一个久物 再加上一个绑 这要打出来火焰伤害了吗 想打出来一些 不过还好伤害并不是特别的高 还差一下这里 哎 这赛拉过来要想杀这个影魔 是不是想的有点略多 人家可是连续加强了两个版本 生存能力的英雄啊 这搞失去玩这个 好 这波波克 哎呀 果然被反杀了 这生存能力是原先三倍的英雄 其实你一个小小的P 能A的动弹 你别搞我 真当我没玩过刀他吗 我去 好 这也没玩过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Invisibility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里小小的下落是对聚魔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个又是一波单杀 小医生最近的状态有点有点好 说真的小医生最近状态是真的好 希望呢 这场比赛达到目前为止 星辰前期是拿到了1000加的一个领先优势 人头数6比6平 生存练团本登顶了 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局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块是在欺负这个小小 因为这个聚魔带已经加了9层了 这个9层的被动了 换目标 换目标直接清零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FTD的这个阵容 这个聚魔加影魔 这两个大哥位的发育情况都比较一般啊 小医生的小小目前又是全场第一 那PA是全场第二 若离的这个TA现在是全场第四 跟上场比赛的情况差太多 大叔快来我一口出拉格纳罗斯的怒炎吧 怒炎 拉格纳罗斯的怒炎是什么鬼 从上版本末大叔使就是说影魔根本没出说谁谁也打不死至今 但是我影魔我可没说过谁也打不死啊 影魔这个英雄他的这个自从影压有了连击伤害以后 影魔这个英雄的输出真的爆炸的 在游戏的前中期 影魔这个英雄现在最尴尬的问题还是在于后期的输出 就是在没有BKB的时候这个英雄太容易被秒了 就是他既不能秒人又太容易被秒 这是这个英雄真正的英雄 看他上落这波非常成功的击杀到了一个9000以后呢 自己被再拉过来一个暴击直接秒杀 这里再追这个发条肯定是凉了 这个跑什么意义的 哎 Blinger呢 Blinger啊 你忘记Blinger在CD 好憋心 这个好憋心 发条这个齿文啊 这个技能 我没看这个PA的这个Blinger的等级 这个等级就是二级 CD比较长了一点 红布尔护鲁 Bubb今天现在没法跟你玩 Bubb今天可能要播到很晚 小猫宝宝 小猫宝宝 Nia Shock YK Dia's Top Tower Dia's Top Tower 这样的话 虽然说杀掉了一个九仙吧 但是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影魔的经济还是不太理想 他的选择 装备上面的选择是要走一个战鼓 然后直接去做大推推的一个路线 影魔这个英雄在之前的早期比较火的那个版本 他的制变装就是两件 一件是引刀 引刀出来以后利用自己的这个 在刚刚拿到引刀这段时间的一个伤害很高 能够对对方形成致死的这个效果 然后尽可能能去带上个一两波或者两三波节奏 然后就要赶紧把自己的BKB做出来 这些小小VT2连一套再加上TA跳刀 过来以后一个落发 影魔这里落地以后呢 对方是直接人马开大 另外一侧这里看到了一个小歪 这个是应该走不掉的 最后人都是被詹姆斯德拉比克拿到 哎不对我刚才是不是说成人马大了呀 为什么我刚才听见有一个人马大了 我这个什么 我这边出现了一点这个记忆上的偏差 我刚才听见了一个好像是人马大招的声音 然后我突然想到好像有人马 但是实际上人马是上一场比赛 我这个记忆出现了一点偏差 那个是巨魔大 抱歉 这个不是人马 但是巨魔大 记忆出现了一点偏差 世界线偏见有人调整世界进弩了 调整世界进弩了 看下中路的这个一塔 因为没有塔防的话 这个塔肯定是交了 又是把这个跟上一场比赛一样的剧情 当这个星辰开始退塔的时候 ftd就开始分头出去刷 这场比赛他拿了个巨魔 但是也是选择去做这个狂战斧 并没有选择去拿巨魔 去出一些像什么单刀双刀之类的装备去过渡 现在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这个影魔在游戏 过了兑现期以后的这个补经济的速度 其实并不快 而且这场比赛浅浅的谜团也并不飞 他的装备选择的是先出了一个 魂剑 然后去开始补自己的一个 冲甲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场比赛 上边谜团要死 哎呦我这拿个东西稍微手慢了一点点没切过去 中路这块小岗呢是过来一个VT二连 然后再加上把这棵树扔出去就杀了 别弹到下边没誓言了 上路这块小Y加上TA两个人要是成功的去拆到了一座防御塔 这场比赛星辰这个阵容呢 拆塔的程度比上一场比赛 他们那个阵容要低一些 对有小Y有TA这两个人那就可以拆不需要去投入自己所有的兵力 这里巨魔来中路这里看下留住分队 但是由于分队是七级他肯定有大的这波所以他没有硬上 但是这个小小又过来以后发条勾一下齿轮并没有低时间去交 若离这个地方被留住以后看下是巨魔 巨魔是开着大招的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大招时间结束了以后也是被对方小Y过来以后一个垫直接垫死 这里偷了一个 哎这偷了一个九仙的大呀 九仙这大招被偷的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这波拉比克套到九仙 现在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解锁什么特效回头 变出三个绿熊猫来 三个绿油油的熊猫 一个绿在一个身上掠一个屁股掠一个脑袋掠 看看这波是出来以后先吹起来PA 吹起来PA以后谜团现在手里是有大的 第一个熊猫被打掉了两个影压上来 分队这个位置呢是赶紧往回跑 这里可以用了一个走 这个空杀还可以 但是这个空杀完了以后并没有人跟上来给输出 前年这里一个大招拉住三个人 但是自己要被舌半吐死了 影魔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一个平A若莉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打出来 直接带走 塞拉这个地方也开始被追 减速给上再接着追 这里小小过来VT2连直接秒杀掉了影魔 但是影魔出来以后的魂是炸死了塞拉 然后小学生又开始被巨魔追 巨魔又换了一个目标 换了一个目标 继续追 这里被对方给上一个955以后 再给上一个投掷 出来以后再对分队开始给输出 一个旋转飞服 又是一个减速 再远程输出 两下三下扔出来 把分队带走 这波是巨魔血转 巨魔血转 说到这个 刚才这关这堆蛇伴突然想起来了 老陈的那个赎罪 老陈的一技能赎罪 蛇伴也加攻速 如果你是老陈加上这个小Y两个人的话 插出来蛇伴以后 控制一下蛇伴去攻击一个带有的这个 赎罪的人的话 蛇伴的攻击速度也会特别快 雪魔巨转 巨魔血转 这边给上一个羊 羊完了以后呢 这个发条勾上来以后呢 分队这个地方开始原地跳舞 大招放不出来 小Y就一个垫 不过好在队友输出很高 分队这个地方还是开出大招来了 胜利40血没有死 影魔高塔尔摇大 但是伤害不太够 塞拉这个地方追过来以后 TA再给上一个减速 小小跳上来 一个VT二连 直接带走了YRG的影魔 那么这样还剩一个发条 这波发条也是 趕不住直接被带走 这波只有没有赶到战场的巨魔是活下来了 跟上一场比赛这个剧情差不多 又是在游戏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送了对方一波四人团灭 然后呢 菲勒的这个一号位大哥呢 没有死 继续去刷钱 他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追上了第一集团了 基本上 但是由于他是靠着一个狂战斧去追上了第一集团 所以距离自己的这个装备的一个实际的作战能力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去把自己的后边的装备耕吹了 现在正面团还是打不了 吃蛇肉 吃蛇肉吃的美滋滋 这波蛇肉吃完了以后 这巨魔的BKB快出来了 这边巨魔拿到了BKB 这边巨魔拿到了BKB 这个巨魔拿到BKB以后 星辰是要留神一点的 因为巨魔这个东西在开启了自己的大招以后 现在这个真的是疯狗一样 尤其是在有一个BKB以后 开始BKB开个大 直接像一个疯狗一样描人 现在就上去就挠他了 今天早上醒来群里都是拉比克质保GF 他什么时候出了炸弹人的质保 说不定我买一套 我知道炸弹人有质保 但是炸弹人那个现在不好看 再出一趟新的 现在那个不够炫酷 我知道早就有了 我知道他早就有 但是他那个现在不好看 他一点都不炫酷 这里发条勾出去以后 是直接被对方在外面给带走了 然后这个中部高地怎么办 这里偷到的是一个山崩 偷到一个山崩的话 影魔这里开BKB 巨魔开BKB吧 还不开还不开 没着急 影魔这里是开着自己的BKB 先把对人逼退一下 顺便拖一拖这个九仙的大招时间 巨魔的BKB大还没有开 所以他们现在还可以再忍一忍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等一下 这里躲一下 不要让他的这个零零针建设到 可以再给上一个山崩 贴这个地方 是想靠着自己的这个 这里巨魔可以开大了吗 还不开 还不开 BKB也不开 大招也不开 这个时候开大了 但是第一个攻击目标 锁定的是对方的九仙 锁定的是九仙 九仙锁定完了以后 他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变成了一个TA 变成了TA 这波有质保的拉比克被带走以后 也是果断的选择了买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钱啊 对吧 有质保的拉比克他有钱啊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双方的一个比分是来到了19比15 星辰领先了7000加的一个经济 中路高地塔是率先告破 拆掉对方中路高地塔以后 自己剩下的这个塔还是比较多的 中路的一塔都还没有掉 上下路也都有一个二塔还在 这样的话有很高的一个容错率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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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里发条勾过来以后勾的是一个小歪 先把小歪秒了是一个好事 小歪其实挺可怜的 影魔这里直接摇一个大 炸死小歪以后 开始追一个圣堂 两个平A一个影压商榷 但是没有继续往深追 因为在上高地的话有点风险 一直没有看到对方PA的位置 所以如果硬追上去的话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要被对方在自己BKB结束以后直接反杀 巨魔的经济现在已经超到了全场第二 仅次于对方的PA这个点 身上BKB加上晕锤了 已经是多了一个晕锤 巨魔这个版本因为它的这个近战形态 被改成了是一个缠绕 所以呢是解除了这个晕锤的一个封印 现在这个巨魔也是可以出晕锤了 不像以前的版本巨魔这个英雄如果出晕锤 会出现这个模型的bug 只要一打架就拿自己的锤子 就拿晕锤砸自己的脑袋 会导致自己全程零出出 现在已经解除了这个晕锤的封印了 PAA现在身上也是狂战晕锤加BKB 跟巨魔两人装备一毛一样 我还要弄下巴 我还想看她 HP 罢子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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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狂 你看这个就是不在OB位的好处 你知道吧 在OB位我就不能给你们说这些 一些比较隐秘的 这威慑不愿意 不愿意透露出来的曾经的一些bug 这不在OB位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些 这个威慑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一些bug 就可以透露给你们 现在TA的装备BKB还没有出 先出的是大推推 有观众说聊聊局势 现在这个局势跟上场比赛一样啊 有观众说让这个聊一聊现在的一个局势 现在这个局势其实就是星辰那边 在等自己大哥的关键桌 你看两边都在互刷 就是都在等自己的关键桌 这一小Y找到机会发现了一个发条 发条表示更不是很慌 这个发条选择是跟对方一换一了 他其实当时把自己身上的魔伴吃了以后 直接选择往右走就没事了 他是死不了的 那个位置 但是他选择是用自己的大招勾中对方以后呢 把对方给弹回来 然后让自己的队伍过来 把对方收了 这应该让我来输了 这应该让我来输了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已经是慢慢拉开到了一万 PA已经是掏出来了一个大云锤 上来大云锤给上 但是这个位置要被对方反打了 拉住 这要被打死了 这波直接 赛拉自己一个人上去想去秒这个影魔确实有点困难 影魔这个装备它走的是一个A杖 走的是一个A杖 然后出兵甲的一个路线 所以它身上是有一个板甲的 而且PA这场比赛走的是狂战斧路线 它也并没有减甲 单体爆发还是暂时不够 这波它成功的送死以后呢 好在自己的队友这段时间还是能够hold得住局势 没有让FTT这段时间趁乱去打一个肉身盾 Dia'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 这时候还是要进来打 反正你不买活我就打 因为再怎么说我也是人多打人少 剧魔这边在做完了这个小云锤以后 他没有选择去跟大云锤 他选择出的是一个几乎棒 小小在后排室秒掉了一招发条 谜团这一个大拉住 剧魔上来开始给输出 大招一开 这直接又打死一个TA Nice 这波TA打死以后再吃一波蛇肉 小小这里VT二连秒掉影魔干的漂亮 剧魔这根出来以后直接被对方变一个羊 这拉比克偷到的一个拉是拉住了小小 对方的小Y是拉住了一个剧魔 这样的话肉身 Nice 神助攻 出来拍一个地板 然后让九仙找到机会是击杀掉了这个剧魔 剧魔是没有买活的 这个位置小小过来以后又是给上了一个山帮 留住詹姆斯的拉比克 这波反打成功 星辰的打完这波团以后 PA刚好复活赶到战场过来打肉身 美滋滋 而且这波团战是成功逼了对方影魔一个买活 还没什么用 这波剧魔的输出还是体现出来 剧魔的音声输出不太好打 不过话说这个真的是从头到尾 都是小学生这个小小在把这个比赛硬忙回拉呀 小学生这个状态是真的好的 小学生在后排先秒掉一个8条 然后在人群当中不断的上去给这个技能不断的给控 剧魔这波没有买活 这里开个塔防防拖一点点时间 星辰这波肯定是要抓住这个时间 把这个高级尽量推一推 有可能直接一波两路 小学生真是 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对发掉勾上栏 留住小学生 看一下有没有开BKB 这里一个推推 直接出去 找一下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个赛拉 赛拉现在身上有大云锤 有这个 富卧盾 这些赛拉应该要考虑一个不应该出去一下了 这个人一直被剧魔这么追可是有点弹疼 不过剧魔大招已经结束了 现在有一个小白 小小又是上来以后 一个VT2连打中两个大哥 开始BKB硬刚一波 硬模这里靠着自己的A张大使 把自己的血吸回来 这里又是利用拖刀的一个拉 拉住了PAD一条命 PAD一条命打掉以后 小小呢再往回跑 开引刀 再回来准备找机会 现在手里边的VT2连CTO已经赚好了 上来一个VT2连打中三个人 再过来开始锤 看看找谁输出 他不打了 他这个时候选择是打完VT2连以后 直接往回撤 PAD的第二条命也没了 PAD上来以后给两刀三刀四刀 直接带走引魔 引魔没有买 引魔没有买 上个过已经买过了 看下拉比克 这偷到的是一个隐匿 但是隐匿没什么能用 隐匿团加上发条两个人 带走了小小吗 小小这里又开一个引刀 但是对方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颗真眼 刚刚插下来 浅浅这里被一个破隐医机 直接带走 隐匿一接 那么这样若离的TA 这波是完成一个风光杀戮 那拉比克也是选择了买活 这个时候TA要选上来 直接去拆你这个下路的一个 高地级的进展民营 这里举一下 谜团选择买活 谜团手里有大 谜团手里边有大 这里给一个增磨 两个人开始追着 给上一个凋零 一个大招直接拉出来 拉比克这里选择偷到了一个折光 两个人开始疯狂的输出 若离 但是好像还是有点打不死 跳过来给一个平A 两个平A 再给一个平A nice 这样的话 靠着谜团的买活 在加拉比克的买活 是守住了这一路的高地 杀掉对方这个无解肥的一个TA 这样的话 TA在刚刚完成了一波风光杀戮以后 这波虽然被杀了 但是应该没掉太多钱 可靠金钱比较多 然后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仍然是只有12000 没有进一步拉开 这真的是全靠小学生啊 小学生一躺 这星辰其他人是真的有点站不住 虽然上一波团战最后的这个是TA拿到了一波四杀 但是整个把这个局势给拉回来的还是靠这个小小再往回拉 真是累啊 但是话说回来 小学生也确实是占了很多的这个经济 这一点咱们也要求认 星辰确实把很多的经济都给到了小学生身上 从大老师的数据来看的话 是无限看好这个星辰 这小学生过来给上一个山崩 一巴掌直接把你所有的小蜜团都给你清掉 后排这里是留住了一个影魔 这个影魔没了 这波肯定是直接秒了 影魔直接被秒 没有买活 那么这里九仙是又留住了一个蜜团 蜜团现在没有大 BKB虽然在 但是你的BKB应该是 这个开BKB好像真的是没什么价值啊 没什么价值 终于是可以结束比赛了 37分钟 我们这里若离上来去拆一下你的上路的河地 巨魔开大 直接疯狂的就输出一下这个PA 这个PA被打出来一个被冻 被打出来一个晕垂的约 打死以后呢 这个时候小脚上来由这个VT二连配合PA 两个人击杀掉了这个巨魔 那么这样呢 FG也知道这样比赛大事 也确实在大树的基地 这样恭喜星辰扳回一城 双方的战队是战成的一个1比1平 那么 好吧 那么这样呢 没想到今天第一个BO3就直接拉满 那我们稍微休息 以后给大家带来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稍微休息 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